海贼王马尔科终究成长为黄源 马尔科竟然开始玩音的了 海贼王981话更新 而在这一话中马尔科强势登场 然后与火灾竟如出一辙的一角 将整个大妈海贼团给再次踢下了和之国瀑布 这时候韦田给了马尔科特写镜头 镜头里的马尔科不再是当初那个青春年少的马尔科 也不是当初那个一泊云天的马尔科 而是一个神态酷似黄源的马尔科 他的表情只能用两个字来诠释 那就是猥琐 白胡子在的时候 马尔科是白胡子海贼团里的一号船船长 他是潜在的皇妇却并不是明面上的皇妇 毕竟他有得选 他可以选择只做一名按着白胡子指令行事的乖儿子 那时候的他不需要有雄心壮志 他很享受那种田径的平淡 可以说他之前在白胡子海贼团还没有艾斯的存在感强 正所谓吃一欠掌一掷 接二连三的受挫终究还是让马尔科反思 与总结出很多东西来 比如做事就需要讲究一个方式与方法 比如说有一项潜规则叫做兵不厌仗 所以出现在和之国的马尔科 就是要凭借自己的果实能力优势 去将大妈海贼团成员清退出场 这里没有什么甚之不武 这里没有什么光明震荡 这里只有战略与战术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